继续,我们要与孩子们来看 伦队伟众工庄政府的改革方法 除了严格一项抵徒命令以外 面对着那些大面積的伦众工庄 未来路应该要如何走 政府是来提出 将以各地企业法的方向 来应得让土地在有企业利用资格 会规合法使用 为着伪候農业生产 停止伦队众工庄丸上 农委会在九年设定 保护伦队、抵徒伦队顶头 新增到委屈工庄的行动方案 不仅委众工庄抵徒的对象 可以分作民众减计 政府自行政保安减 来进步卫策禁止三种方式 其中卫策禁止是透过航教堂的比对 核定是民国105年5月26日 行政的委众工庄 对比例里主要的抵徒目标 中华北京工庄比例立中央第一宝 抵徒名单里面 不曾已经抵徒5间 建设处处长刘玉平表示 春日来三间也这行抵徒 以及后果就能抵徒完成 但受民众志愿 这边在抵徒工庄 那边则为众工庄继续重工 建设处处处长这样说 那针对在农地新增的维章工厂部分 我想县长在去年就已经有宣示过 只要在去年的9月12号以后 新增的这些的维章的工厂 那我们一律是采取急报急猜的态度 中央下令严格这行第一宝 17间农地维中建协的调度工作 我只是希望得到会见的好够 都在农地新世维中工庄 但是接下来没有怎么复得维队工庄专行 是政府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重大科研 针对我们全县里面的未登记工厂 后续整体的一个辅导的状况 我们会透过县的国土计划里面 去清查这个适宜的调整适宜的土地的 一个使用的方式来辅导这些未登记的一个工厂 那少部分比较极端的一些高风险性的一个 未登记工厂会有透过辅导签厂的方式 以及配合环检井的一个作业来让这些高风险的工厂 能够到专区工业区里面来去做设厂 第一个政府 我认为说你要站缓拆迁 为什么站缓拆迁 因为这些的工厂 他们养活很多的台湾人 你过去没有尽到督导责任 你没有好的工业区让他们进驻 所以你也是有责任的 那第二的话就是说在工厂跟企业组方面的话 我希望你们政府可以给你们五年的时间 还中时间 你们一定要切解 因为这个这是违法的 而且你没有受到监督 我想你的产品各方面的认证 各方面的产销 如果政府不支持都会有问题 那再来就是说 环榜团体 我希望他可以考量说 环境很重要 这是全世界大家的共识 我想你们也退后一步 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现在的工业用地在我们彰化 事实上我们也太少了 希望政府能够帮这些业者找一些土地 来作为工业用地 来辅导他们来迁入 大家都变成了合法的工厂 那这样的时候 让他们很安心的来经理他们的事业 来为大家的经济 来打招 中华地区都在污染争控严重 污染完第二指向去到污染 污染几岗中 等于理解作音 丹金消费水顶问题 都需要好好的经济 即使政府在计划优利的总控制下 是不是又需要更加完整的配套 出事和保障 这段监控环保到经济 都中华新闻 亚红武 中华报道 出事和武 感谢观看